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道菜叫做明虾最爽酥鱿鱼形香 它是由虾组和炸九套鱼来形成的菜式 我们的虾要即场压 即场达 九套鱼又要剪 浪费了很多时间在这些预备功夫上 炸东西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 我和我讲你们炸东西的时候 我记得菜式也配合得很好 可以的话虾组不要太耐火 九套鱼是比较难炸 不要说是在家 酒楼做都很难做得很好 你要里面软 外面脆 那个功夫是技巧和心思 是要好多功夫下去 另外一件事虾组真的炸得耐火 但是配搭好 摆切好 OK 评判的意见第一个是 虾煮得太久 可能怕不熟 我们对于这个评价 我们下次会捉紧时间 这次做的菜式是客家煎羊豆腐 顾名思义就是一道客家菜 我们就运用煎和炆的方式去烹调这道菜 为什么我们会找这道菜 我希望可以选一些很简单 而且容易做的菜 最后我们的组员就一起去找资料 结果就让我们找到这道菜 今天煎的菜式就是咕噜石斑鱼柳 是咕噜肉的改良版 因为之前我试过的鸡柳 它是有少少斜口 所以我就改用了鱼柳 鱼柳原来是比鱼柳好 所以就用了这个装饰 你很有心思的是你会先煮青椒 因为其实青椒都比较生 如果你不煮青椒不够腍 它不够入味 就是有番茄汁有番茄汁的味 青椒只是青椒的味 但是这个煮得很好 青椒都很入味 装饰都很漂亮 我卖相很漂亮 很多水果 炸了食物之后 用水果清一清 入口继续吃下去都很好 可以的话 炸鱼那里不用炸那么多 其实我真的做久了 我这次就很开心 就是可以见识到不同 学校煮的菜式 和评判讲的菜式 要什么改进 我以后都会改进 今天的参加者 全部都很年轻 但是他们的煮食技巧很高 和他们的勇敢去尝试 这些很难度高的菜 是我十分意外 因为炸了 通常都是咸咸咸咸咸咸 但是我觉得你们很细緻 慢慢剪回去 所以 因为蒜蓉 你们有没有煮过它 没有 所以辣 放一点油 炒一下 炒一下 更香 然后再拌味 会更好 今天我们所烹调的 顺德菜式 家乡煎牛饼 中一的东方 是鲫鱼肉 难能可贵